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当回事了 就当没发生 可是男人会记住的 这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很令男人伤心的事 第二 不尊重男人 伤害男人的自尊 女人既然嫁给了男人 就应该与男人携手努力 支持帮助男人 而不是一直抱怨男人 嘲讽男人 有的女人生活不太如意 就一直抱怨男人 说她这不好那不好 也不反省反省自己 生活可是两个人一起经营的 并不是只靠男人一个人称奇的 更有甚者 有的女人和男人闹矛盾吵架了 在外面当着亲友的面前 数落男人 抱怨男人 说她这不对那不对 也不照顾男人的面子 不顾及男人的感受 第三 老是把自己男人和别的男人做比较 我们都不喜欢被当作商品一样 和别人做比较 尤其是不喜欢被自己的爱人 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 有些女人就喜欢整天 把自己的男人和别人做比较 说别的男人多么优秀 事业多么好 对老婆多么好 再看看你 真的后悔嫁给你 女人以为这样可以激励男人 其实这可能适得其反 男人小时候被父母跟别的孩子做比较 而如今又被亲爱的女人 拿来跟别的男人做比较 你想想看 男人心里能好受吗 第四 与别的男人暧昧不清 爱情是自私又霸道的 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女人 只跟自己很亲密 只爱自己 否则是很没面子的 如果你都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那你还与其他异性交往亲密 不注意男女相处的分寸 跟别的男人暧昧不清 这样你的男人是无法忍受的 就算你跟其他异性朋友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玩 那也要注意分寸 不要因一时兴起 跟别的男人聊的时间长了 开玩笑不要尺度太大 更不能经常有肢体接触 否则爱人看到会很伤心很失望的 虽然一般来说是男人保护女人 但是男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他也需要你的保护 所以女人们要注意了 做事情要有分寸 懂得顾及男人的感受 不要让男人失望伤心 及男人財里工作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